韩副局被蒋介石,以十大罪名处决到底冤不冤,1938年1月24日,国民党陆军上将韩副局已违抗命令,擅自撤退罪被枪杀,身中气弹,当场身亡,死时48岁。 中央日报向全国发布消息,宣布他的十大罪状,这十大罪状是,一、违抗命令,擅自撤退,二、按兵不动,拥兵自保,三、勾结日寇,阴谋独立,四、收缴民枪,五、纵兵殃民,六、派销鸦片,七、破坏司法独立,八、善征和截留国家税款,破坏税制,九、侵吞国防经费,10、扰乱金融, 1938年1月,曾以山东王著称的韩副局,在武汉被蒋介石,以违抗命令,擅自撤退等十大罪名处决,韩副局因此创下多项记录,他不但是抗战中,第一个被军法处死的国民党高级将领,也是国民党在大陆执政时期按军法处死的军衔,军阶最高的国民党军将领,韩副局被蒋介石,以十大罪名处决到底冤不冤? 首先,必须说不冤,韩副局多年担任山东省主席,是主政一方的地方大员,抗战爆发后,全国军民立兵默马,迎战敌军,但韩副局却与偷偷来到济南的日本贺务投资土贼原搞了个秘密协定,山东保持中立。 当时,山东属于第六战区,韩副局归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节制,冯玉祥指导老部下干了此事后,大吃一惊,密电蒋介石,蒋介石派人到济南去安抚韩副局,任命他为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,兼第三级团军总司令,负责指挥山东军事, 还拨款四百万元房屋建筑费,要他承担黄河房屋,但是,1937年11月,日军进犯山东,韩副局不顾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和蒋介石等人的死守济南命令,临阵逃脱,从济南一路逃到济宁,甚至还一度打算撤到陕西汉中,李宗仁闻讯后,认为韩副局无使军令,不顾国家大体,擅自撤退, 破坏抗战,心中异常恼怒,遂向蒋介石建议研办韩副局,蒋介石便下定决心,要拿韩副局开刀,1938年1月,蒋介石,以召集北方将领军事会议的名义,将韩副局引诱至河南开封,1月23日国民政府下令免去韩副局的所有职务,1月24日晨,韩副局被秘密处决,10年48岁, 虽然说韩副局作为一名高级将领,在战斗中部顾全大局,临阵逃跑,导致了济南泰安的沦陷,使得黄河天险轻易丢失,成为千夫所指的对象,被蒋介石处死,一点都不冤,不过,蒋介石在这件事中的表现,也算不上正大光明, 比如,蒋介石下令韩副局坚守济南,承诺调集大炮支援黄河南岸的守军,可没想到,后来他不但没有实现承诺,反而将已设在黄河南岸的大炮调走,这种釜底抽新的做法,令韩副局十分恼火,这也成为韩副局不战而退的借口, 将韩副局引诱至开封后,蒋介石,旋即将他扣了起来,并随即解赴武汉,在武汉,指派何英勤,陆忠林,何成荣为审判官,徐叶进,加换审为军法官,组成最高军事法庭,以陆忠林为庭长,会审韩副局,但是奇怪的是,在会审中,各方都到了,唯独韩副局这个会审对象没到,事实上,韩副局压根不知道自己的事情, 被审判的事情,以至于1月24日蒋介石派人枪决他时,他惊慌失措地以为遇到了刺客,当然,从某种意义上讲,蒋介石这种不审而判,不宣而杀的做法,也近似于暗杀,顺便说一句,在抗战中,国家高级将领不战而逃的势力比比皆是,如1944年4月,日寇为打通华北到南洋的大陆交通线,发动了玉香贵战役,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稷查战区司令蒋炳文,与副司令长官汤恩伯一处击溃,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,师弟千里,38座城池被敌攻陷,损兵,20多万,事后,蒋炳文仅仅是引就辞职,汤恩伯也只是撤职留任,为何都是临阵逃脱,蒋介石给予的处分却大相径庭呢? 原因可能很简单,蒋炳文,汤恩伯是黄浦军校出身的嫡系将领,而韩富举不过是西北军出身的杂牌将领。